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我是李國慶 物慰言之不語,讓外必須按來 未講今日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 全日恆子跌了120點,收報27114點 成交就不算多了,只有700多億 今日港股期指結算日表現都算是中規中矩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昨晚美股,可以說都蠻嚇人的 道指頭肩頂下跌 大家先看看道指這幅圖 跌破250天線,收在頸線之下 頭肩頂的形勢都比較明顯 如果今晚明晚,即是星期四,星期五晚 都繼續保持在頸線之下 恐怕這個頭肩頂就會被確認 這樣就會進一步下跌 好了,等一會再講美股的形勢 我們先講講今日 期指結算日,港股都叫做保持到不算太大的跌幅 最主要都因為期指結算這件事 現在先托著 好了,五月份其實由三萬區開始跌 跌到兩萬七邊,就差不多三千點 差不多10% 我其實這個禮拜都這樣講 講了很多次,其實五月份的跌幅差不多 你見到今天其實在外圍的形勢這麼差 其實港股都不算好跌 都守著兩萬七,就是因為已經跌了很多很多 這個月的幅度差不多 不過我也都不停地講 五月跌到這樣,六月大家仍然都要小心 五窮月跌了大概三千點 或者十個% 六絕月恐怕都還未跌完 還未可以樂觀著 一來外圍的形勢不一般 二來其實今天你都是跌穿了這個箱底頸線 前箱底頸線在27,260區 今天收在27,114,收在旗下 如果六月再跌,第一個位 現在不說27,020點 因為今天最低其實都見過27,020點 27,大關差20點而已 沒什麼意義 可能就是技術位來看 可能會回視 這個升浪由24540升到30280 這個升浪的0.618倍的調整 就是去到26733這個水平 看看六月份要小心會不會去到這個水平 好了,大使就講完了 先講回今天的題目 物為言之不遇,讓外必先安來 什麼叫物為言之不遇呢 這句話就是在1962年和1978年出現過的 當時背景就是第一次和中國和印度邊境有戰爭 第二次就是中國和越南有戰爭之前 先出了這些警告 市場立刻就很擔心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中美這個貿易戰變成了所謂的熱戰 熱,就是熱力的熱 熱戰就是真的會打呢 暫時來看形勢不會去到這麼惡劣 也不會真的打出手 至少這一刻不是這樣的形勢 但是其實各方面的戰爭已經發生了 貿易戰也是戰,科技戰也是戰 現在有可能新的戰是稀土戰 究竟會演變成怎樣呢 我們就要繼續一路看下去 中國已經說了有機會會反制美國 現在雙方的關係已經進一步下跌 去到冰點了 大家要小心會受到影響 雖然未必會有熱戰 但是各式各樣的戰都會造成了什麼呢 造成了整體環球的形勢越來越差 事實上美國其實似乎很好 你看到剛才被大家看到 毒淯絲工業平均指數已經在頭上的東西 pyramid 其實這個星期初我一直都寫了一些文章 就是其實他 的經濟一直都一般 加上貿易戰 那個債息一直都在下跌中 還要倒掛下跌,jä technician 那張照片已經有一些象徵 星期二見部已經登上過了 星期三登上的時候 美國十年期債息跌穿兩年三 結果昨晚兩年二已經跌到下去 這些情況令人擔心 就是美國步向衰退 中國這次和他可能會有各式各樣的戰 物為言之不如會打 甚至乎會有稀土戰 這樣的情況下 中國會先做一件事 就是讓外必先安耐 讓外必先安耐 這是抗日戰爭時所說的一遍 蔣介石國民黨提出 當時說安耐就是對付共產黨的 不過這次安耐就是先搞定國內的形勢 是什麼搞定呢 就是穩定了國內自己的經濟形勢 這個才是重要的 否則如果要打這場和美國 各式各樣貿易戰、科技戰 如果自己本身的經濟形勢不好的話 那怎樣跟別人去博弈呢 那怎樣可以穩定自己的形勢呢 人民銀行其實這個星期 無色無色地已經進行了 逆回購放水的金額很大 是4300億元人民幣 那意味著呢 是可能呢 先要穩定那個經濟 國內的經濟先 所以在恆指今天下跌的情況下 在昨晚在美股這麼下跌的情況下 國企指數呢 今天是升的 最主要因為一批內銀股呢 是上升的 那國企指數呢 在這一天呢 在這一天已經是見了那個 有個戰爭所指的 星期一的時候呢 最低位 本周最低位 也是這個跌浪最低位 因為這個星期不停地放水 所以國企指數暫時 這個就是關鍵之處 另外呢 就是 一路保住人民幣 不跌穿6.92 這個呢 我連日來都說了很久 出過很多套 那另外呢 就是內地股市呢 一路都守住在什麼呢 守住在這個 2月22號和25號 那個上升列口的水平之上 也都是250天線之上 那這些技術上都很重要 就是說 沒有跌穿的話 就是 他都還是穩 跌了下來 但是他繼續是穩 當然啦 如果真是很嚴重 貿易戰什麼都死了 什麼都會跌 但是這一刻 他起碼都頂住 繼續頂住 而深淨成份股指數呢 一樣是頂住在2月22號到25號之間的 上升列口之上 也都頂住在2條250天線線之上的 手穩住 那麼呢 意味著呢 其實他 讓外必先安耐這個政策 安耐先安撫了內部的情況 股市是穩的 人民幣是穩的 放足夠的水 經濟不會大幅滑落 然後才和美國打理場仗 你看到其實今天放水的效應就是 其實工商銀行今天升1.9% MACD開始正數 農業銀行 MACD回正數也是升0.9% 建設銀行升得少些0.8% MACD還未發出回穩的信號 不過應該都快了 如果內銀回穩的話 如果內銀回穩的話 即是放足夠的水 內銀回穩的話 那是不是經濟 有機會 其實4月的數據很差 5月的數據都不放好 不過5月底的時候開始放水 之後6月的時候 可以有機會穩定 大家要考慮這件事 內地穩定的話 內地股市一直撐著人民幣 不肯讓它跌的話 然後才和大家打起一場仗 怎樣打法 就是你看這個美股 現在美國開始滑落 美國經濟不好 美國債息倒掛 避險資金湧去債券 美股可能會有一個 比較大幅度的調整 而內地股市相對是穩 我猜這個就是阿爺的大局 想去看未來下一步 6月份的時候 會這樣做這個局勢出來 看看會不會是這樣 今天分析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好看 好看 好看